这是2012年12月 山东早庄一位被判处死刑的男犯王兴刚 临行前的真实录像 只见他身穿灰色上衣 头发已经被剃成了犯人一贯的平头 他双眼含着泪水 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马上就要走上刑场 王兴刚的内心满是悔恨与不舍 他这一生最愧对的莫过于妻儿 儿子上还在哑哑学语 自己却再也不能陪伴长大 一切都要托付给妻子 只见王兴刚的妻子 早就已经泪流满面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甚至无力支撑身体 只能蹲坐在地上 二人之间弥漫着浓浓的不舍 王兴刚不忍看妻子如此伤心 为他轻视泪水 颤抖地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愿望 把他照顾好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 说完满寒祈求地望着妻子 而王兴刚的妻子 却是不住地摇头 仿佛在控诉 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 王兴刚紧咬牙关 别这样 他还有你呢 可妻子哪里听得进去 我自己哪里能管好啊 王兴刚听到妻子的控诉和反问 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妻子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一定是个好母亲 可看见儿子可爱的面容 王兴刚还是忍不住嘱托 再苦再累 也要把他照顾好 看到妻子点头 王兴刚似乎是了却了最大的愿望 深情地望着妻子 离别再急 王兴刚再也控制不住地抱住妻子 二人痛哭 一旁的孩子似乎根本不明白 自己的爸爸妈妈 为何突然情绪失控 大哭起来 看着懵懂的儿子 王兴刚一把将儿子揽在怀里 哭着吻别儿子 一家三口的画面 看着是那样的和谐 温情满满 任谁都觉得 王兴刚定然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或许是被逼无奈犯下大罪 然而 真相往往大跌眼镜 王兴刚可一点都不无辜 他可是能为了一点钱财 将婆媳二人活活砸死的人 犯下如此大案 妻子竟然还不离不弃 不得不说 让人感叹二人的情笔金尖了 那么 王兴刚案子的背后 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事情还要从2012年12月7日的一起报案说起 婆媳二人 婆媳二人惨遭杀害 案发现场惨不忍睹 究竟是何人下次狠手 2012年12月7日 山东省早庄市薛城区警方接到报案 就在薛城区沙沟镇西村 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杀人案 报案人是死者的家属董大爷 董大爷一早起来 没有见到自己的老伴 一寻思 就想着报案定然是到儿子儿媳家去了 就在两年前 儿媳给董家添了一个大孙子 这让老两口时常惦记着 好在不远 夫妻俩时常到儿媳家照看 想着没啥事 董大爷就散步着来到了儿媳家 看见儿媳家大门紧闭 心中有些疑惑 大早上的 难道没有在家吗 于是董大爷敲了敲大门 还真的没有人回应 董大爷又想 可能是老伴和儿媳 也带着孙子出去溜达了 就寻思等一等 总归自己清闲 谁知道 一等就是大半天 董大爷有些担心 于是连忙出去打听 一问 竟然没人见过这婆媳二人 董大爷回到家 拿起电话就打给儿媳 不出意外的 无人接听 董大爷顿时慌了 于是就提着锤子 再次来到儿媳家门口 用尽力气 将大门上的锁头锤了下来 董大爷颤颤巍巍地 趴在了窗户口 仔细朝着里面看 没想到 竟然看到了 让董大爷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老伴和儿媳 躺在血泊中 墙面上 地板上 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 二人竟然已经被杀害 董大爷连忙寻找 小孙子的踪影 就见小孙子 颤颤抖抖地 蜷缩在床边 董大爷顾不得其他 连忙闯进屋里 实在是现场太过惨不忍睹 董大爷不忍直视 只是连忙 将小孙子抱了出来 轻声安慰 与此同时 拨打了报警电话 董家出了人命 随着警察的到来 村子彻底沸腾了 纷纷猜测 董家招惹了什么恨 警方拉起了警戒线 走进了案发现场 映入眼帘的 就是大片的血迹 经过法医初步鉴定 两名死者 都是被重物击打 头部致死的 现场并没有发现 作案工具 经过董大爷辨认 儿媳脖子上 戴着的金项链 不翼而非 警察也发现 屋内有被翻找的痕迹 现场已经找不到 任何钱财 因而警察初步判定 凶手是杀人劫财 事发当晚 家中皆是老弱妇孺 凶手完全有可能 全身而退 为什么还要杀人性命呢 除非是死者和儿媳 认出了凶手身份 况且 凶手既然能够准备找到 这便于下手的一家 想必是早有了解 因此警方初步判定 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难道凶手 真的是本村人吗 一事惊起千中浪 村子里人心惶惶 警察挨家挨户的走访 却并没有任何发现 村子里的人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 董家人的风评 很是不错 都是知根知底的 又不是什么 大富大贵的人家 村子里的生活水平 又差不了太多 根本不至于杀人劫财 就在此时 董大爷找到了警方 表示 他发现家中的 电瓶车不见了 这给了警方 极大的启发 凶手不是本村人 那么很有可能是 附近几个村子的 既知道董家情况 能够徒步来 又需要电瓶车 逮捕逃跑 妈呀 你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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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媳二人被杀 凶手王兴刚落网 杀人前 竟然还昏内出轨 恶人改不了本性 警方立马开始调查 寻找这辆失踪的电瓶车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四天后 警方在附近的镇子上 知道了电瓶车的下落 原来 是一个叫孙奇武的人 告诉警方 就在四天前 他受外甥王兴刚所托 处理了一辆电瓶车 经过打捞 证实 被扔进池塘电瓶车 正是死者家中的 警察瞬间就将目光 转向了这个叫做 孙奇武的人 询问他都知道些什么 孙奇武自然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一五一十的 就将王兴刚当晚 来找他的事情 说了了明白 据孙奇武所说 王兴刚当晚 敲响了孙家的大门 就见他身上都是血 孙奇武吓坏了 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王兴刚却哆哆嗦嗦地说 自己杀的人 要摊上大事了 在外甥的恳求下 孙奇武帮忙 处理了那辆电瓶车 可警察的调查 和董家的事 早就传遍了 孙奇武整夜睡不着 担心事情暴露 最终他还是决定 将事情全盘拖出 警方很快来到了 王兴刚家中 发现王兴刚早就不见踪影 经过一番搜查 警察找到了案发当晚 王兴刚穿的衣服 上面还残留了血迹 经过比对 确定与死者二人的DNA相同 王兴刚凶手的身份 已经是板上钉钉 为了找到王兴刚的下落 警方再次找到了孙奇武 孙奇武表示 他也不知道 外甥去哪里了 因为王兴刚的父母感情不合 王兴刚更亲近舅舅一家 孙奇武也曾劝过王兴刚自首 被王兴刚拒绝了 那么 王兴刚究竟去哪里了呢 警方又将目标锁定在了 王兴刚的妻子曾英身上 据说曾英回了娘家 警察很快来到了几十里外的腾州 王兴刚被缉拿归案 坐在审讯室里的王兴刚 对杀害董家婆媳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在此之前 王兴刚曾经因为盗窃罪 入狱三次 王兴刚自小不学无术 开始小偷小摸 父母嫌弃他丢人 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王兴刚开始沾花惹草 甚至将人家的肚子搞大 不愿意负责 就拿钱让其堕胎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 王兴刚 丝毫不顾家中的妻子 2008年 王兴刚和曾英惊人介绍 结婚了 曾英不在乎王兴刚的过往 却受不了他婚内出轨 曾英失望地带着孩子 回到了娘家 王兴刚自觉没脸去找妻子 就天天躺在家里 可他身无分文 仅有的钱都给了情妇 于是王兴刚半夜闲逛 准备偷点钱 董家成为了他下手的对象 没有想到被发现了 于是王兴刚一不做二不休 就将二人活活砸死 最终 王兴刚被判处死刑 而他最愧对的就是妻子 临终之前 王兴刚终于表现得 像一个称职的父亲 嘱托妻子照顾好孩子 可惜为时已晚